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在这边普遍的民众的意识不高 尤其是在我们这当地的牧民 也是因为家里的特殊原因 他自己觉得我现在还能看到点东西 我现在没必要去医院吧 但是往往等的时候眼睛看完全看不到 眼睛出了问题的时候再来的时候就诊的时候 已经晚了 已经错过最佳的一个手术 或者是最佳治疗的一个时机了 小时候我这个眼睛又点那个 有点模糊 没那么严重一些眼睛 看不到东西 实际上这个货落基金会 它是针对好几个方面的 有白泥掌 有小儿协士 有艳光 有什么问题都要找上级代夫去解决 但是这培训之后 把自己的业务知识 业务水平各方面全都有所提升 优优独立场 256 209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